花莲市长渭嘉贤今天也特别出席了花莲现运的活动 他也勉励代表花莲市参赛的选手 他说花莲现运各项赛事在11月5号开始陆续登场 而花莲市呢 简直目前已经获得了86面奖牌 是全选之冠 选手的表现非常优异 花莲现运开幕活动 12号上午在花莲现地体育馆举办 由新兰许正会主持 花莲市公所由主任秘书欧美华带队 包括自强国中 美容国中 帕刚国中 以及国风国中等选手也前往 施工所团队一起来进场 市长渭嘉贤则是在台上向进场花莲市选手们致意 并且感谢校方以及教练的指导 让孩子在运动项目成长茁壮 也感谢家长认同 以及支持学校发展运动理念 鼓励子女加入运动的行列 这次在花莲市全县及全民运动联合大会上面 在花莲市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 奖牌数已经接近要60面的奖牌 也是全县第一名 那历年来花莲市的成绩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也希望 过去我们在推动各项全民运动 跟体育运动的部分 都得到非常多的一个成果跟成效 就在此展现出来 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好手 那更多的单向运动 未来都能够持续在花莲落地生根 那以后变成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选手的摇篮 就在花莲市 花莲市致力于推展运动的各个项目里面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成果都已经有非常丰盛的一个展现出来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花莲市成为花莲市的运动人才的摇篮 那更可以让我们的选手 未来在各个项目里面都得到很好的成绩之外 也能够代表全国性的参加世界的一个比赛 那在此要谢谢这么多基层推动的一个好手 跟我们的一个教练 跟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 在此代表所有花莲市民 谢谢你们 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 为花莲继续打拼 花莲市代表队今年参赛选手总计有891人次 参赛项目包括田径游泳雨球 桌球 跆拳道 空手道 足球 排球 网球 阮式网球 篮球 棒球 拔河 锤球 射箭等主项 记得 Join和我老